大家好 我是安 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多肉 因为我好久没有介绍多肉 然后目前我买到一颗多肉 它的名字很特别 它叫做龟甲龙 就是它 它长相是不是很特别 好像不太像是多肉植物的感觉 是的 它的名字叫做龟甲龙 很多人都说它可以当作传家之宝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那龟甲龙它是里面就是金块 那通常它在4厘米以下的时候 它是不会龟裂 但是我觉得我这颗应该是很小 等到它长到大概8厘米左右之后 它就会龟裂 然后龟裂之后呢 它的形状就会很漂亮 龟甲龙它有两个产地 一个在南非 一个在墨西哥 那这一款是南非的 夏天的时候休眠 冬季的时候生长 所以呢 刚好现在就是秋天开始 就是多肉要开始漂亮的时候 那我今天就来介绍这款 今天我们介绍的多肉叫做龟甲龙 它是一款非常新奇的多肉植物 那它最大特点就是它在这个金块上面是呈现出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呢 在英文名字里面 它们就俗称叫Elephant food 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在这里 英文名字 好 那今天我们就来特别介绍我们的龟甲龙 龟甲龙有两个产地 一个是在南非 一个在墨西哥 那现在我手上这一款多肉是南非龟甲龙 那它是属于冬型种 就是在冬季生长 那你看它的叶片 是呈新型状态 是属于比较肥胖的 那如果是墨西哥呢 就属于比较瘦小 瘦长 就很好辨认 它是墨西哥种的 那龟甲龙如何栽培呢 相对来讲 它是比较容易 那如果它在室温的时候呢 就有遮阴就行了 那我们通常就把它放在窗台上是很理想 甚至可以把它当成绿色植物来照顾 那至于它的土壤呢 我们用疏松透气 排水性好的多肉土来栽培它就可以了 那在花盆方面 我们也是要用紫砂盆或淘土盆最好 那在温度光照方面呢 它大概就15到25度左右 那浇水的原则 原则上大概10天左右 或者是你去触碰它的土 你觉得干了就可以了 好就是这么的容易养护 但是在浇水方面要特别切记 那它在这个中心点的地方呢 千万不要去让它触碰到水 不然会从那边很快容易的黑斧掉 那我们的龟甲龙呢 势必一定后面要放一些支架来支撑它 就像现在我这颗多肉一样 那我们就把它攀爬的藤蔓 就这样子把它绕起来 然后它就会顺着这个架子上面一直去爬了 好那我今天是做一个新型的架子 然后就顺着这个来攀爬 是不是龟甲龙很适合当我们室内的绿色盆栽 而且可以美化环境哦 龟甲龙它只能用种子来繁殖 不能用其他的扦插方式 它感觉绿域盎然 很疗愈的感觉 好那有没有大家有兴趣要入手一盆龟甲龙呢 如果喜欢的话 你们就可以去买一盆来试种看看哦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哦 订阅并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